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罪的零八二三期 恒指是否跌完呢? 比亚迪电子到顶了吗? 我是主角老师,莱舍 好了,我们今期依然在分为三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是今天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份是恒指方面的分析 亦和今期主题有关 我们知道港股是昨天开始止跌 到现在就连升了两天 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跌完呢? 奇怪,莱舍就为个童分析一下 好吧 第三个部份依然在个股分析 有童问到莱舍 腾讯控股,快手,比亚迪电子 以及两只美股,分别是英华达和小鹏汽车 这些个股为什么有同学持续关注呢? 同样今期说莱舍就为个童详详详详详详详 OK 好了,在最后科课之前再提醒各位同学 无论为什么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 我最新教学的各位同学 你记得YouTube这个频道 按订阅 订阅后 再按黑色的小铃铛 才能够时刻收到 我最新教学 好吧 好了,那最后的正题 首先我们看看 今天8月23号 早上8点16分 莱舍尔其中港股行情提示的广播 现在已经装了莱舍手机版特色指标的各位同学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 指数在这个位置 2036日 一直跌 跌到应该也有半个月左右 以上 终于在这个位置 终于 按照莱舍尔的一个买股指标 终于显示了买日讯号 OK 当日除了买日讯号有提示 又反弹的一个 信号 通过了传统指标 大家看到KDJ 好像第3条 观察到KDJ参数者 反复 又大于零 大于零意味着什么 再次 首先是脱离超跌区 为什么再次 因为大家知道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没有印象 对不对 不知道在这个位置 没错 当时是否已经有大于零 我跟大家说 如果这个位置跌穿 基本上很大机会 有罪处少于零的机会 比较多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 每次最大于零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关注 它当日的最低位 17573 这个位置 是指舍位 指舍位 都可以叫做 指船 都可以这么说 指舍或者指舍位 对不对 当它跌穿了 说明继续弱势 如果没有跌穿 那就是一个短期 低位反弹 阶段 因为 KDJ这个参数 对比短期 OK 当然 大家有没有发现 包括之前 莱Sir一直跟 投资者都说过 无论是传统指标 包括这些特色指标 如果都说这个位置 反弹 或者 沽出 基本上 很大机会 大机会 对不对 它就会反弹 或者会回落 对不对 除非市场 突然讯息漫变 基本上 如果外部环境 没有影响 基本上都是按着传统的技术分析 去研究 去走向 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 大家这么说 所以说第四条 就是跟大家说 买股指标 提示了买日信号 如果 恒指 后续 有跌穿上 交易的 开盘价 17641 现在来说 这个买股信号 其实它也是自动会出现的 不是收完市才会出现的 盘中也会出现 有时盘中出现了之后 如果它跌穿 好像 我们昨天的这个 开盘价17641 它就会消失的 因为它根据股价变化 股市信息慢变 所以来说 最好 我经常跟大家说 用买股指标 一线 和周线是最好的 最好等它收完市 才会比较好 OK 所以来说 不要跌穿 基本上 就 拉性 本身它已经收完市了之下 拉性的机会比较多 最结合KDJ的参数者 说明很大机会 拉性的机会比较多 不过 跌穿 大家就适当的调整仓位 OK 不过最近市场比较弱 所以来说 买股指标 叫大家操作 过股的时候 都是即日操作 毕竟现在大家知道 看到这里 绿色漂泊这么阔 对不对 现在对比较太淡 太淡当中的拉性 都是短期的 比较偏向短期 对不对 不像这些红色飘带 它升的力度 比较大 然后它时间会比较短 当然 过股方面 大家知道 现在基本上 各种板块 都没有 除了强势股 强势股 好像之前跟大家说 941 这些专家比较高 包括今次的 285 285 都很奇怪 其实前日 蜜薯都想到这个股票 因为有个 之前内部学员提及到 没想到 后来又有其他的投资者 又问到这个个股 等会和大家说 205 被压跌电子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中长期的话 5珠 黄金 中长期 基本上 我觉得 很少 投资者 去做 包括 黄金 都是短线操作 因为 快钱 短 钱落袋 才叫钱 对不对 OK 这个就是早盘提示 跟大家提及 好吧 好了 说完早盘提示 我们再看回我们的 今天开始情况 今天 如期按照 黄金提示的 信号 外部环境 没什么影响 现在 大家看到 可以盘 17762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 夜期 即是恒指期货 晚上 好像我们今晚看的 夜期基本上 跌 好像最近 造纣成都比较低去 对不对 OK 好像我记得 我之前几天有一天 就升了一点 后面他就告开了 所以大家 如果要看低去或者高去 大家去参考夜期 相对我们星期一给一个 就是说收市价 星期二 昨天 收市价 其实 最终是升幅54 最终收市 7 8 4 5 最高的时候 18,000 又充上18,000 现在就回落 其实大家 没有发现 力度 是不是好笑 是不是会 力度少 按照之前 黄金提示 肥丸 动力不够 就回落 或者不破 不 这样 就和大家分享 恒生制造分析 好吧 OK 好了 恒指分析 刚才主题和大家 现在 是否 跌缘 大家应该很多要关注这个 还是这两天 只不过升一下 然后聚会 这个比较多人关注 当然 无论怎样 我们还是按照 蓝水的教学思路 国际形势政策最佳 技术分析 其实我发现 现在越来越多投资者 会比较 就是越来越认可 蓝水的思路 就是一定要分析 外部环境形势 因为技术分析 不怕说 它没有百分百对的 没有百分百 说百分百对的 都是不对的 OK 工具 如果没有外部环境影响 七成左右 应该是做到的 好吧 这个就是蓝水和大家分享 有外部环境 其实 技术分析工具 那方面 就受到很大影响 这个一直在同 投资者强调 现在外部环境 有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 大家 有没有看到 在YouTube channel 呼唤这位同学 的时候 这位 应该没有记错 叫实习生 他就说 这个 目前 小量入市 其实我 根据经常 和大家分享的 Youtube channel 和大家回答问题 我发现越来越多 投资者 其实 折奏 越来越 OK 能够把握折 我觉得OK 而且他当时 小量入市 其实作为蓝水 我都没有那么大胆 不过他那么大胆 我觉得 OK 不过这个入市的机会 没错 现在看回确实 没错 因为现在整体 坏消息已经出尽 好像碧桂圆 我和大家说 已经 说了一个星期 对不对 现在最关注的 就和大家说 下周五 应该叫本周五的 美联署 美联署 鲍威尔 要说什么 听说好笑 还要降息 不知是否真的 听到有些消息 不论如何 就看他怎么对话 大家去看回 我以为的消息 还有一个 就是今晚 今晚大家知道 要关注美股 英伟达 对不对 我记得很多 现在网络上 都说 今晚的美股 就看英伟达 怎么表演 当然英伟达 肯定影响 我们的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指数 对不对 纳斯达克指数 肯定 会影响到 导致整个美股的转向 美股好的话 其实对于港股 是不是都是好的呢 是这个意思 所以来说 为什么 我们要分析外部环境 最分享 经常和大家说的 要分析 美股 杜斯达克指数 甚至 相证指数 美股 A股 因为 恒指 如果能够行得好 我们 因为我们港股 香港 就不怕说 夹着 美国 和中国大陆 夹着中间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他们两个 两大国家 因为来说 最有钱 GDP 都百分之五十百分 因为这个世界 有钱人 说了事 有钱 确实 就说事权比较大 这个不怕说 所以两大指数环境 刚才和大家说 一个就是外部环境 一个就是美股 今晚太英伟特 首先我看美股 我们看 打开富途牛牛 杜瓊斯事座 先分析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 大家看到没有 日线图 其实 都是昨天出现了 买日讯号 其实 昨天不单 我们港股 包括港股的 成份股 700 3690 这些都出现了 买日讯号 不过700 今天就消失了 因为它跌穿了 昨天的一个开盘价 3690 就首位比较强 包括阿里巴巴 都出现买日讯号 所以说其实 昨天 很多 大股都出现买日讯号 其实我就比较肯定 今天拉股的机会比较多 力度还是比较少 因为太坦 现在我看到 纳斯达克 都好像港股 首先我看 今天 昨天 昨天 在这个位置 停下来 大多数情况 按着技术指标 是绿色飘大 收音族 都是回落 比较多 对不对 大家看看 之前这些位置 收音族回落 收音族回落 包括这些位置 经常跟大家说 收音族回落 收音族回落 这次会不会呢 乃sir就看回 今晚的英伟达 先跟大家说 先跟大家说 英伟达 英伟达昨天 出现大信号 估出 按照目前来说 出热迹来说 无论怎样 都相对比较好 乃sir觉得 出了热迹 起码来说 会胜出的机会 比较多 因为美股方面 乃sir觉得 还是比较强势 跌不会跌那么多 升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来说为何美股 做美股的投资者 会比较赢钱 就是这样 无论怎样 目前来说 我们还要等待 今晚英伟达出了热迹 会不会 将 达斯达赫 拉上去 达斯达赫拉上去之后 就影响道指 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没有 道指是否跟 达斯达赫相反 它还是继续跌 科技股 升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美股 是靠科技股拉动 科技股 达斯达赫能够升 杜瓊斯指数 都是拉升 拉升了之后 是否会比较强 不论怎样 美股相对来说 大家看到没有 周线和月线 都是相对 强势 特别是周线 红色飘带 现在目前 属于一个调整 之前这个高位 没有突破 不破不勒 回落 对不对 现在都是一个调整阶段 所以说 今晚 确实美股 要看英伟达的表现 这个没错 我再看回 我们的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大家看到没有 目前 一直震荡 趋势向下 对不对 而且现在 就跌到这个双重部线 大家看到 这个位置 而且就快进入超跌 会不会继续跌呢 如果今晚美股 好的话 多少都会影响 影响 A股 不过 怎么说 A股 不竟现在的 内地经济 不太好 所以说它下限的 压力 很大 很大 很大机会 进入超跌区的机会 都比较多 不过我们 跌不跌得下 我们看回周线团 而且呢 而且我们还看回 它有没有资金 托着 现在周线团 太长远 它已经进入了超跌区 对不对 所以本周 还没收完市 再看回 上证之后 目前周线 确实现在 资金 还流出 而且这个资金 还比较粗 所以下限的 压力 是比较大 无论如何 先说了 本周 没结束 我们再看回 现在当前的 对不对 当前看日线 日线团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 资金依然 流出 所以来说 资金流出 还会下限 就是下跌的机会 比较多 下跌机会比较多 不过 我们还要关注美股 和恒指 会不会比较强 如果两个都比较强 首位来说 都会影响上证 在这个能够支持 不过整体 上证指数 还是下行的一个趋势 比较大跌 好吧 这个就是上证指数 和大家分享的 OK 两大指数 就和大家分析到这里 整体 道指 还是跌 上证 还是跌 不过恒指 最近 稍微强 比这两大指数 对不对 比较强 会不会还继续 冲上去 我们要分析 恒指 本身 恒指 目前来说 我上个礼拜 和大家定了一个方向 这个礼拜 是不是要跌幅 要少 对不对 跌幅少 按照 黎sir和大家说 大概 17,400 到 500 之间 按照上个礼拜 收市 可能就大概 四五百点左右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礼拜 恒指 大概 如果能够 跌幅 能够企稳 基本上 它能够止跌 来说 和大家分析 目前来说 资金不竟流出 它下行的一个 动力 还是比较大 而且 大家看到没有 为什么要跌幅 小 因为现在 KDJ 已经接近于零 接近于零 说明什么 就好像日线图 快进入超跌 对不对 所以说 任何方 分析 都通过我们 工具 或者其他指标 特色指标 或者传动指标 都有个逻辑性 前后有道理 好吧 这是周线图 那我们看看日线图 日线图怎么看呢 目前来看 一来过这里 就出现了买日信号 又买日信号 目前 资金就开始减弱 所以从资金角度来看 最加上KDJ 这个J 又向上 所以说它还有上升动力 不论如何 今晚大家还要关注 夜期 夜期 最近来说 如果还是比较弱 就低 而且我和大家说 美股 为什么要好呢 美股好 夜期 肯定比较强 对不对 夜期强的话 就高开 不像这几天 大家没有发现 都是低开 慢慢才拉得上 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目前从 我们外部环境看 先和大家说 首先我们要关注 第一个 今晚的英伟达 有没有影响到美股 对不对 如果影响到美股 起码来说 明天 就比较强的 美股 而且强不强 我们还要看回夜期 恒指夜期 好吧 第二个从 中长期来看 刚才和大家说 美联储 星期五 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 他怎么说话 如果说得好的话 或者对经济也好的话 恒生指数 有很大机会 会继续拉升 的机会比较多 而且 因为目前 飘带还是比较大 所以说 最弱的情况之下 都会在这里 上落 注带 对不对 可能会升穿了这个飘带 或者在这个列口 和这个 目前大家没有发现 绿色飘带 和这个列口 基本上差不多重合 所以说 今次恒指 要拉升 继续拉升 很大的机会 会在这个列口 和这个飘带 附近 就停止 追回落 调整 等待 现在消息 即 消息没坏消息出现 调整落资 最拉升 还有一个 从中长期 除了美联储 星期五 最近经常跟大家讲的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要稳定 因为中美关系不稳定 要稳定 我写得不好看 如果中美关系不稳定 继续跌 这个不用说 因为大家从技术面 去看就知道 因为目前来说 外汇指数 大家看到 外汇指数 美元 大家看到没有 还比较强 相对来说 大家看到 人民币已经跌到 7.3 之前跌穿了7.3 又反弹 其实7.2 是我们中央的 底线 因为现在刺激经济 确实 只能降息 还有前两天 为什么我们 港股 会比较升 大家有没有关注 然后那个贷款利率 我记得是LPR 有下调 所以说 现在有下调 说明 融资成本低 有资金流入市场 就会拉升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这两天 会拉升 还有一个这个原因 贷款利率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这个英文LPR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所以说 从技术面来看 目前阻力 压力 还是比较大 因为 人民币还是比较弱势 而且 夜期 大家看到 这几天 都是非常弱的 上升力度 大家看看 所以说整体来说 大家知道 按照刚才 莱迪sir和大家说的 几点 一个美联储 一个看今晚的英伟达 短期来说 看英伟达 中长期看美联储 和中美关系 好吧 上升 关键 看这个列口 和这个飘大 这个力度 如果力度比较劲 基本上 到达这个位置 就会回落 如果力度不大 基本上 可能 到这个羊猪一半 就会回落 好吧 那当然 明天强不强 还有一个 特色指标关注 是有没有转红色 如果有资金 如果有资金 进入车 进入来的话 起码力度 都会比较大 如果这个有装作特色指标 的同学 好吧 这就是莱迪sir和大家分享的 恒生指数分析 OK 对以上 市场 或者个股指数方面 有不明白的 投资者 可以在YouTube channel 问回莱迪sir 好像这些同学 都是非常之好 其实 莱迪sir通过 你们的回答问题 其实都 厚力的 范围 会越来越广 那么莱迪sir方面 更加能够了解 各位投资者的心理 那么这些投资者 相对来说 都是非常之劲 不怕说 因为知识 非常之丰富 虽然莱迪sir 解答你的问题 都是思考了很久 虽然这些同学 都是比较厉害 OK 好吧 好了 讲完了我们的指数 如果对于这些特色指标 非常之感兴趣 投资者 你记得在YouTube channel 找回相关的链接 有同学就经常问 在哪里找 其实我每次教学当中 如果你认真听下去 在这个位置都能够找得到 所以 看教学视频的话 要全部看完最好 OK 那讲完了指数 看个股分析 腾讯 快手 那么700明天是否会升呢 基本上有回购 它的股份 基本上都是拉升机会比较多 因为今天700 大家知道 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说 700 如 昨天出现了买日信号 不过今天跌穿了昨天的开盘价 大家看到没有 318 今天收市318 跌穿了 所以来说就消失了这个买日信号 如果 它今天回购了 基本上明天拉升机会比较多 拉升机会比较多 恒指 HSI 是不是它拉升机会比较多 对不对 继续拉升 这个是腾讯 腾讯 现在目前来说 相对来说 就跟我们恒生指数基本上是同步的 现在目前来说 大家在等待 它调整完 毕竟这里 庄家资金 相对来说 还不是一个主要控盘 资金和吹晒还是向下 从未来吹晒来看 还是向下 所以恒指 整体 下限的压力还是有的 不如这个弹转红灯的情况之下 就拉升 短期拉升 拉升了之后 恒指不是大动 OK 那说完了腾讯 快手 快手呢 其实一直是比较多投资人问 我之前在YouTube channel 我记得有位同学都问到 都是Carrie 这位投资人一直关注 1024应该有操作 之前他问到 1024电态 当时在这个位置 一定要突破 64.3元 最好 就上66.2元 现在目前 有快手 又开始拉升 乃sir判断 很大可能性 这个绿色飘带 可能会是短期的 为什么呢 如果他不是向下 在这里 是一个平衡 他很大机会 就上落调整 最拉升的 比较多 因为从他的周线图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他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看到没有 虽然现在 正在一个调整阶段 而且大家看到 如果买股指标 特别是虎同牛 我看到的话 又比较清楚 1024是快手 大家看到没有 从周线图的一个角度来看 虽然说本周还没结束 已经出现了买日讯号 讲明本周的一个开盘 62.45元 就是要守着这个价位 对不对 而且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日线图已经出现了买日讯号 电脑双重报应线 出现买日讯号 基本上 就肯定反弹的机会比较多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接近这里 绿色飘带 一旦升穿了 升穿的机会 打不打 就要看资金 现在资金大家看到没有 虽然说还没有 资金留意 不过他装加连续 三日 赖盛 讲明 红盘 而且这个趋势 快了一日转红灯 所以乃sir判断 很大机会赖盛 最加上恒子乃sir判断 明天升的机会 会比较多 好吧 这个就是快手 还继续持着 因为周线图 还是比较美 讲起周线图 就想起 最后一只 比较电 电子 00285 为什么这么说 刚才我讲回00285的时候 因为之前 乃sir一个 雷博学员 他就问到 大概这个位置 我最记得 这个位置问我的时候 为什么呢 按照双重保险线来说 当时 月底 我记得 很大印着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就说 要小心点 可能要减仓 不过 我们知道上个月大 就非常之强 所以还拉升了几天 不过来说 又调整了几天 一两个礼拜 然后就回落 不论如何 那位 内部学员 其实是没错的 因为他跟 乃sir 跟着乃sir教学说 周线图非常之美 最加上今天 昨天我还想起 昨天的另外一个 首席fans 乃sir的 非常之fan的 一个投资者 又跟我说 有人 拉他入谷 然后推了 250 说 可能 接着 来 30 到33 在一个 加仓的 位置 他问我是不是 老千股 那我就跟他分析 第一个 我就说不是 因为比亚迪 是比亚迪 旗下的 第一个做半导体 电子的企业 因为我相信我们 比亚迪 公司 是我们汽车龙头 那么比亚迪 作为他一个子公司 肯定没有什么事 这个排除 第二个 30元到33 有没有可能 我就说 很大机会 叫大家追 因为怎么说 因为按照 庄家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已经很高了 日线图 那未来 趋势是没有 未来空间是有的 不过短期来看 乃sir判断 是会回落的 回落 是容易追高 有机会 不过短期 是到顶 为什么大家看到 短期 短期到顶 会回落 最好回落 在这个位置 这个阳桌一半 很大机会 因为比较高 除非你之前 这些位置入货 比较好 当然 目前来说 他 回落的机会 大不大 有的 因为最后 两天的超买 下一次 其实30元到33元 我现在看回来 是有机会 不过 我建议大家 少仓位 少仓位 而且最后 31元 如果有回落 大家最后 日仓会比较好 因为北境 大家看到没有 周线图 双重保管线 上升空间很多 最好 周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周线图 进入了超买的时候 会比较好 因为起码我进入了超买 至少 能够一到两周 继续拉升 而且从月线图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差不多进入了超买 所以说 有回落 31元是比较好 小仓位 入货 之前在这些位置 好像绿宝去完 入货 就不用理他 这个就是比较跌点子 OK 好了 说完比较跌点子 看英伟达 英伟达刚刚跟大家说了 乃Sir觉得 他会拉升 因为来说 这个绿色飘带收窄 从技术面指标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飘带还好 周线图 还是拉升 所以英伟达 无论今天 有没有出业绩 他都很大机会拉升 机会比较多 最加上 大家看到没有 盆程竞加 这里 还在升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很多时候 出业绩之前 前一天 都会跌 然后 有机会再跌 所以我比较太好英伟达 因为全球的需求 对于芯片 都是非常大的 他不像特斯 特斯拉这些 汽车 其实竞争者比较多 这是乃Sir的观点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问 英伟达好 是否做普通做淡 我说你就不要 因为他上落比较多 确实按照乃Sir 跟大家说的 他上车问 AMD 超微半导体 上落比较多 特斯拉就可以 就是说可以继续做淡 不过在这个位置 不是跟大家提示 一旦大于零 是否就要转反向 是否这样和大家说 所以乃Sir的教学 大家就要跟 OK 最后一个小鹏汽车 SP21 EV 英文不是太厉害了 读错音不好意思 首先看回小鹏汽车 之前卖有大众入股 升了一百百 现在又调整了 从整体来说 因为庄家资金不多 所以乃Sir的判断 力度 上升力度 少 很大机会 还是震荡 吹势向下 资金还是比较弱 弱 好吧 这是小鹏汽车 跟大家说 之前 小鹏汽车 其实 是出现了买日信号 这里 不过来说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里收音轴 乃Sir觉得 他机会回落 在这个列口之上 这里调整的机会 比较多 因为列口就比较强 他这里飘大又太淡 调整会比较多 OK 好吧 以上一个故事就讲到 时间讲得比较长 废话比较多 请大家不要 介意 OK 那么下期节目 是什么时间 依然在8点到9点 每逢周三 和周六的时间 稳定 OK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